你要換支大螢幕新手機 外星要好看 使用CP值高 七傻不用花大錢 一萬塊以下就能夠輕鬆入手 自由三星科技 找來資深手機達人Leo 幫大家推薦五款近半年內上市 最值得花錢買的新手機 自由18度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要推薦就是 如果以最低價就是HTC的Design Service 那這款手機算是一個入門定位的產品 不過它基本上它會有市場上面主流規格 包括像NFC指紋辨識 以及2C2載波機合 那也是說一個是相對入門的一個產品規格定位 那它該有的一個基本規格配置都有 那甚至說消費者如果真的在有時候購機 他不想要買其他品牌的時候 他可以優先選擇像HTC國三的品牌 另一款要跟大家推薦 就是華碩的一個Lenform Max Pro這款產品 那它雖然不是最新的產品 因為它是去年7月才上製的一個手機 那不過因為它現在市價大概6000多塊 那再加上說它有5000毫安倍的大電量 那不管是在玩遊戲或追劇的時候 其實它的一個體驗 其實大電量對人來說是相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那尤其說這個大電量又可以幫其他裝置去做反向充電的功能 所以以一個這樣一個價位 然後5000毫安倍 那加上又是國產品牌 那這樣一個產品規格其實也是算蠻值得推薦的 那像小米8的Lite這個產品的話 它其實外觀設計非常特別 就是一個鏡邊色的一個玻璃鏡面的一個外觀 那它的一個產品另外一個特色在於說 它搭載的128GB的一個大容量 也就是說你花大概不用1萬塊的錢 那其實1萬塊有找 那它就有一個128GB大容量的一個規格 那這個也是小米它特別主打高性價比的部分 那除了高性價比之外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它的一個前置鏡頭 它有2400萬畫素的一個前置鏡頭 那這個是它特別主打在美顏部分 比較特色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除了在外觀設計上面不太一樣之外 也有128GB的大容量 甚至說它有2400萬的一個畫素 好那其實價格越來越就是往上面再加一點點 就是說如果你預算還有再夠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購買這款Nokia 8.1 那這款8.1其實它的售價大概是 也是萬元有找 不過它是大概9000多塊的一個產品 不過它特別的在於就是說 算是一個萬元有找的產品 你看起來是一個中介的一個規格 不過它的夜拍功能 其實是在目前網路上面的一個評價是算蠻高的 也就是說你買一款就是中介的產品 可是它的夜拍其實已經逼近旗艦手機的一個規格 那這一款產品同樣是有一個鏡面的一個設計 那它最大特色就是說 它其實在一般市面上你是在買不到的 你必須要再透過往上面 才能夠買到這款產品 好那我們前面介紹的都是萬元有找的產品 那稍微超過萬元一點點的 就是有一個10990塊的一個三星的A7的一個星際 那這一款產品呢 它最大特色是它是三星首款的一個三鏡頭手機 後面搭載也就是有所謂超廣角景深的一個鏡頭 那這個這個鏡頭其實設計以市場上面來說 目前三鏡頭手機還不是這麼多 那三星也推出所謂三鏡頭的產品 在拍照功能上面其實它也帶來包括像廣角景深這些多種不同的一個變化 我們brandupa一下這麼一點啦 sustained這支影片 pix夠 Shane 我們監視片 我們走在閃德党 我們走ersch兮 我香 我就 我 closes 我 蹤 我們 居